菲律宾强闯仁爱礁 中方是七艘船为两艘船 目前看现场的照片全部公布了 咱们陆续的把这个照片给大家找到了 南海解放军也好 包括民兵也好 渔船也好 上阵退敌 我觉得值得咱们赞扬 而且咱们未来的华为MT60 Pro 咱们应该免费给渔民每人一个 这个现场咱们就可以直接卫星电话 直接卫星电话 这个菲律宾强闯仁爱礁 咱们渔民这次贡献巨大 现场视频看呢 咱们渔民的船只啊 比菲律宾这个海景船可能都大 就是说这个菲律宾海景船羡慕的 这个中国菲律宾8月份这一系列交手里边 都没有菲律宾没有得过任何便宜 这里边跟咱们渔民的这个作用非常大 有关 菲律宾之前呢 是不顾中国和菲律宾之前的约定 擅自强闯人爱礁嘛 想要给个坐摊的菲律宾的军舰补给 那这次他再次出动了两艘300吨级的海景船 掩护那个补给船 强闯人爱礁 被中方乘国拦截 从菲律宾海景公布的照片看呢 针对两艘违规闯入 这个燃野礁的菲律宾海景船 中方先采取了7为2这个战术 中国海景的21616舰 21551舰 21556舰 5305舰 三艘中国的遗船 穷三沙鱼00115 穷三沙鱼00231 穷三沙鱼008 分别展开行动 成功堵截了两艘菲律宾海景船 也说什么呢 让菲律宾的海景船和它的补给船隔开 你看7为2 这7艘中国船只将这两艘菲律宾海景船 有这个能力反抗的不就这个海景船吗 那就是把这个海景船和渔船隔开 你看这个战术 中国的渔船 因为航速相对说比较慢 所以主要任务还是 依靠多艘渔船共同行动 围堵住菲律海景船的前进路线 然后21551这类的小吨位的海景船 就负责贴近驱逐还有检查 注意有检查 咱们非常明显 就是咱们的人员在用望眼镜在望 观察你船上的相关的设备 看有没有这个舰材等等 那包括有76毫米舰炮的海景5305舰 还有一艘由海军转交给海景的056清雄火卫舰的 在脚远的地方负责火力支援 火力威慑 在中方全方位拦截之下 菲律宾的两艘海景船很快就放弃了 这个强船燃下交 而且在中方船只的监视之下就跑了 远离人海交 那中方确认 就是他剩下海景船跑了吗 剩下两个傻傻了吧唧的这个补给船了吗 这补给船没有反过能力的 那中方在确认菲律宾补给船 没有搭载违规物品以后 也选择放行了 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那两艘没有搭载建材的菲律宾补给船 让他进了 这次海上激烈的交锋 目前看的应该是与8月份来说有了 明显降低了 但中方的船只数量明显增多 中国海景船没有选择使用高压水炮 这次看也是选择用更多的船来围 所以现在菲律宾一直说他又成功补给了 其实错 是中方对他进行规制 让他的海景和补给船隔离开 然后上补给船进行检查 发现没有建材 咱们看那个小船吧 那补给船非常小 你要说送大量的建材 也不现实 也就一些吃的喝的 我现在反正我肉眼就从照片里看 这艘小船里边 钢筋水泥是不可能的 这船早就成了 他的大型的300吨的布局船 海景船可能有这种钢筋水泥之类的 其实目前中国在人爱交问题上 态度还是克制的 上次用水炮 应该就是上次发现他的补给船上面 应该也有水泥 也有钢筋 之前中国海景之所以选择开水炮 用高海水炮拦截菲律宾船只 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发现菲律宾船只 上面是有建筑材料 那我必须要驱逐不能放进去 如果换成是美国面对这类事 菲律宾方面可能他这个人员就早就沉到海里了 船就没了 美国那他这个海岸警队干过这事 他对这个应该是南美洲吧 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些 西班牙裔的这些渔民 干过这事就直接撞上了 菲律宾方面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把人员交当成一个热点来炒作 希望借此些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外援 然后在南海搞所谓的联合巡航 虽然菲律宾方面知道咱们一定会拦 但是他仍然坚持这么做 就非常明显 他的意思不是要补给而是要炒作 现在照片咱们也看了 乌泱泱全是媒体 驾驶三下驾驶点拍 什么时候等到菲律宾方面 他只派这个补给船来人员交 才能证明菲律宾有可能要后退了 就是不再派什么海警船来 就光派所谓的补给船 你看那海警船上面全是记者 这也就说明他其实叫他炒作 有人说现在人员交怎么办 有人说强制拖走 这个强制拖走主要还是看菲律宾方面最后是怎么打算的 因为现在看这艘船得不到更多的加固材料以后 很可能一个台风这艘船就废了 所以咱们看整个南海 菲律宾这艘破船 其实改变不了整个南海 咱们实控相关的燃矮交这个态势 说白了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在东海南海台海问题上跟中国正面相抗 现在在南海捣乱就算是人员交没有这艘破船 菲律宾和美国日本也会勾连 现在看不能因为这艘破船让美国日本他们的勾连得逞 所以他们一定会继续在燃矮交找事 而不是说这艘船的问题 这艘船现在成为他的一个抓手 但是这个抓手没了 他也会找其他的 咱们说现在看 其实就是怎么样和他打持有战 所以这个持有战关键就是 咱们怎么样在燃矮交这个斗争当中 发挥咱们人民战争 咱们当地有渔民 而菲律宾现在呢 他这个渔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船 他出不了这么远 所以他其实更被动 他所有的出去的费用都得是美国日本出 从根本上要解决 那么你最好办法 其实还是用实力 我觉得还用实力 降维打击 就像咱们钓鱼岛一样 展现咱们实力 咱们的海景再钓鱼岛 24小时就可以做到 24小时就在这训练 日本做不到 现在在这个燃矮交也一样 咱们可以做到 日本就 不光日本了 美国也做不到 美国更做不到 他一万公里外 菲律宾他也做不到 他们国家本身也没这能力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支持 咱们的渔民和海景 长期的就在这 我觉得现在看这个 华为这个手机出来的非常事实 当地肯定没有 据说中国电移动的信号 现在在菲律宾的一些岛礁都有 就说明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整个在南海的基础 建设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 咱们在仁爱礁这附近 应该是也有信号 因为旁边就是美机 美机应该也有通信 有电打 所以咱们说 卫星电话 咱们华为的手机 我觉得应该免费给咱们渔民配 啊